现在我们来到Burnay 文莱啊 忘记带passport,不知道可以过吗? 它是Burnay 过格式 来大概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呢 位于马来西亚的萨拉越这一边的中部 就是在这个Dalat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Waterfront呢 就是在这一条Oya River的旁边了 然后这边呢有这些贪污以后要吃也可以 来拍一张照一下 Kampong Brunei 从大门这一边进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这里是Dalat的对面 我们就住在那一边而已 看这一边呢就是Waterfront了 跟你们讲哦 这里的Waterfront哦 不会输哦 你看 设施全部都做得很好哦 我们还有吃这个ABC冰 哈啰 ABC 看 看看看看 住在这一边咯 很多的好处啊 自己的Bungalow 然后 就有自己的码头 然后有自己的游艇 看 哇 好惬意 很简单的在这个岸边拍一张照 然后就打回去市中心 OK 如果是从大陆那边来的话呢 就可以挽进来 看到这个ABC冰 可以看到中间这边呢 有一根木棍 这根木棍 它不是一般上的木棍 就是Melanau人 它的领袖级的人物 如果过世啊 他们就会被 叫树杖 杖在这一边 当然啦 这个没有死人在里面了啦 OK 这个是一个纪念碑来的 你看这个真的是很高啊 这个就有它的讲解咯 什么 都是讲到关于它们的细节的东西 你们可以看一下啦 拍一次给你们看 里面有很多的那些细节细节的东西啊 那个花纹啊 条纹啊 我就 拍不到什么清楚啦 有中文的 Jerunai 什么啊 它是用Berlian键的咯 OK 然后 就是说Melanau的皇族遗体 会被放置在这一边里面咯 你们看清楚一点 所以这一个是 讲邪门又不太好 讲什么 总而言之就是皇室的棍子就对了啦 然后它是用最好的木 Berlian 能够耐最久的那种的木啊 来做的 反个身后哦 连这个小试镇哦 你看 哇有这么特别的LED screen啊 玩玩啊你以为 看 哎呀 通常呢 很多人都不会跟这一个柱子来拍照的啦 不一定啦 一个人的观念观点不一样 有一些人觉得拍照很好 有一些人觉得 拍照就很邪门啊什么 这个应人而已啦 对我来讲啊 Video 才是重点 OK好 我们现在哦 来看这个Waterfront 在这里的两天呢 我大概哦 这样转一下哦 基本上就已经走完了整个Dalat的市镇 这个Waterfront呢 就两对岸 然后看看这一条河 也算是很清洁的 没有垃圾呢 没有很多的这一些污染 我觉得都很舒服 然后转个身后 还有这个Jet Ski Jet Ski 爽哦 拍一张照一下 结果用错Mod OK 先Jet Ski啊 如果你们要骑的话 也是可以的 找他们问一下 然后就可以做的 之后就打卡拍照 吃晚饭 然后各一天我们去砍树 找虫 看这个硕鹅虫 然后刺虫 所以呢 接下来请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哦